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奇幻的狼人电影《暗月升起》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是狼人为了拯救自己的族群免受灭绝 来到小镇上寻找一个可以挽救他们命运的女孩的故事 电影开始一群狼人降临到小镇上 他们这次前来的目的是要寻找一个女孩 他们要在女孩变成狼人之后 将她捕抓 以此来拯救即将灭绝的同类 街道边一个穿着帽衫的女孩 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 震碎了街边的道路 在课堂上教授问切思怎么理解狼人说的遗言 切思回答教授 狼人是脆弱的 于是他只能把自己变成猎物 来拯救自己免受于命运 教授在心里感叹切思的通透和特别 晚上小镇的路边一对男女在车上亲热 却听到了古怪的声音 出去查看的两人 很快就被在黑暗中的狼人给杀害 切思在小河边上遇见了一个神秘的女孩 道恩 道恩总是来无影去无踪 他还让切思感受了他制造的梦境 切思回到课堂上后 整个人的行为不受控制 切思在镜子里还看到了自己变成了狼人 这时一个叫当斯的女孩找到了切思 告诉他有人可以帮助他 当斯将切思带回家 见到了父亲亨克里 当亨克里告诉切思需要进入他的梦境时 切思拒绝了 亨克里只好让切思开枪打死在院子里 还没完全转化成狼人的人 并告诉切思不能对禽兽心慈手软 在家里的切思再次看到了道恩 道恩带着切思再一次进入到自己创造的梦境中 切思看着仙境般的地方忍不住感叹起来 可是道恩突然很失落 他告诉切思 经常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 让他感到很苦恼 切思把道恩带到了亨克里的住处 希望亨克里能帮助还未转化完成狼人的道恩 亨克里将道恩带到树林里 让道恩闭上眼感受大自然 突然道恩快速抓住了一只蝴蝶 亨克里对道恩强大的能力感到很惊讶 等道恩和切思离去后 狼人找上了亨克里问他是否知道道恩的下落 狼人们在亨克里口中没问到答案 于是直接侵入亨克里的记忆里寻找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关于道恩的记忆 随后把亨克里直接杀掉 切思跟朋友在游乐场玩 没想到又碰到了道恩 道恩急急忙忙的拉着切思躲了起来 原来狼人们正在抓捕道恩 但道恩没跑多远就被狼人抓住了 切思找到荡斯一起去救道恩 荡斯让切思去找被看守的道恩 自己则留在这里应付这个狼人 狼人很不懈地看着荡斯 随即就把荡斯打伤了 而另一边切思看到了即将要转化的道恩 很是担心 这时另有一个有着不死之身的狼人出现 切思与狼人扭打在一起 两人不分胜负 但随后狼人将身体里有剧毒的毒液喷向切思 切思受不住毒性跌倒在地 转化完成的道恩看到躺在地上的切思 愤怒地与狼人打斗起来 狼人最终被强大的道恩打死 这部电影故事简单明了情节紧张 是一部适合娱乐观看的电影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电影机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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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